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過去半年的心情都是沉重的 最沉重就是我去法庭聽審 看見年輕人被告 而且成功被告的機會率是相當高的 真是很不忍他們入獄 因為他們是好好的一個年輕人 因為這個抗爭所以才違反了一些法律 所以無論那天抗爭是成功 還是那天的任務失敗 其實心底裏面都是沉重的 現在都是 本來我自己就是一個信耶穌的人 過聖誕節是很開心的 我可以說我今年過聖誕是不開心的 我覺得這個城市失去了公義 沒有公義是不會有平安 所以每個人的心裏面都失去了平安 尤其是我們見到警察的時候 就是最無平安 因為警察是犯法的警察 所以這個城市已經失去了平安 心情非常沉重 你說過年有什麼願望 我仍然希望大家 更多人參與這個抗爭 更多方式去抗爭 更團結 更加大家在內心裏面的接納 容量是更加高的 真是有容賴大 我們要避免 我們要避免硬頸 硬頸是會失敗的 我們要靈巧一些 靈活一些 招攬到不同的人 團結起來 才可以有劉邦的故事 2020年當然最希望就是五大訴求 缺一不可 可以真的在盡快實現 最重要也是我們六千多位被捕的人士 希望他們都能夠平平安安 無罪 這樣可以走出來 在煲底之下相見 我想這是很多香港人的共同願望 要實現這一點 首先香港人 未來2020年都要繼續堅持 不同的抗爭方式 無論是和理非的遊行集會 還是街頭的抗爭 甚至於國際戰線上去求援 希望國際社會盡快制裁 我們的黑警和我們的黑官 然後工會要繼續去做 組織一些大罷工 我相信這些都很有可能 在2020年之內會發生的事情 所以我希望在2020年 不同的戰線都會有進展 迫使到中共和港共政府 是答應我們的五大訴求 新年願望就是 我是基督徒 我是牧師 當然是 原主的名字被人稱重 原主的國降臨 原主的美意實行在這個地上 祝福大家新年快樂 我們的新年願望就是 希望香港人新年平安 工作順利 光復香港時代革命 新年願望就是香港人可以 聯繫在一起 永遠不放棄 堅持走這條民主路 未來我們有很多戰線要走 未來我們有很多事都要做 需要反抗 我希望大家都可以 好像過去一樣 團結一致 不分化 不譴責 不割席 不割席 我們齊上齊下 好不好 新年願望啊 我希望今年 2020年 大家 在黃色經濟圈上面會進化 希望各行各業都有牽頭人出來 拿回他們自己的行業 從而在功能組別上面也好 在其他組別也好 甚至乎是全香港也好 拿回市場佔有率回來 電影我就在做 其他行業呢 靠你們了 剛剛選了很多不同的區議員出來 也都希望大家區議員在自己的區 雖然或者只有兩條街的區 儘量做很多些民生的工作 而不是只有一個講字 也都希望他們真真正正去令到這個香港 在民生上面越來越好 當然最好就是可以做到光復香港時代革命 我亦都是希望香港人的抗爭能夠繼續進化 不停地進步 因為只要不停地進步 我們才繼續走下去 還有我希望在這麼多的不公義之中 2020年是必須要有一個公義的答案給全香港人 給全世界 希望香港人繼續用香港人的名字名流清史 我當然希望我們這一場運動盡快可以打勝仗 而令到香港是回復平靜 大致上都是一樣 我更加希望不要有這麼多年青人 回不了家過2020年 希望我們可以盡快釋放所有被捕到的年青人 其實我覺得是應該要這樣做的 因為始終我們自己也都有我們自由消費的權利 我們選擇去哪些店鋪去光顧消費 絕對是有這個權利 還有香港人就是要團結 就是要有良心的 我們要讓世界一齊看到這件事 我相信黃色經濟圈是可行的 黃色經濟圈其實是應該的 因為其實所有香港 其實泰國著重目前所謂的經濟 而香港的經濟現在其實是不健康的 是質重於自由行 其實如果沒有自由行 或者減少自由行的話 香港可以回復以前香港 在一條街上很舒服地去散步 去購物 而不需要被人摸腳 不需要是要面對物價 但所有東西都是高漲的 所以我贊成是黃色經濟圈 黃色經濟圈其實真的是 黑白良知的決戰來的 是一場 當你入到一間店鋪 你聽到無論它的適應 或者老闆 一直在罵示威者的時候 我自己的心一定是會不舒服的 無論去吃客也好 所以既然是這樣 我都是要消費 那為什麼我不可以去光顧一些 大家是同聲同氣 大家是有一個共鳴的店鋪呢 是不是 撇除了你經濟方面的想法 你純粹自己個人的生活裡面 這件事我覺得 亦都是令到我自己是舒服一點的 是 沒錯 我贊成 就是我消費 我拿得錢出來 純粹講一個個人的自由的時候 我起碼我消費得來 我是舒服 我是開心 Thanh Brown 我是開心 為了 certain 九月 先離開 三台灣 就得到你 是 報名 一